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后面的影片致放我选了好久的正位照片 所以请看到最后哦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新的基本模型Cheek Mix 它刚刚在3月9日升级到第二版 相比上一个版本 这个模型的面部轮廓和身体比例更好 它的下载量已经达到了28000 因此它在模型排名中名列前茅 这个模型非常大 约2G 下载完成后 将其放入Model Stable Diffusion文件夹中 放好之后 只需在左上角点击Refresh 你刚下载的模型就会出现 不多废话 我们直接介绍我目前认为最好的参数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参数 欢迎在留言中分享 在这里补充上一集没有提到的小知识 这个监括号是Tag标签 只需按一下它 系统就会自动为您添加标签 然后您可以在标签前后加上权重 这个好处是您可以更方便的复制其他人的方法 来使用Tag标签 以我的情况为例 Korean Doll Likeness全重为0.2 Taiwan Doll Likeness全重为0.3 Laura全重加起来尽量 不要超过1 否则生成的图片会变形 还有东西需要注意的是标签的名字 要和Laura符合 如果不符合 命令提示符视窗 就会显示找不到Laura模型 我们继续 Sampling Method 放DPM++ Sampling Steps放40 勾选Restore Faces 长512宽768 如果您想生成别人的图像 或者自己之前生成的图像 您可以把种子Seed填上 这样就可以生成相同的图片了 当然 如果参数不一样 即使种子号码相同 也无法生成相同的照片 我们现在按下生产 从生成的图片 你可以看到 人物样子会比之前模型生产出的人物 更加精致 背景也比较真实 我会在影片最后 播放用这个模型生产出来的图片 有些照片真心觉得蛮漂亮的 我们再生成多一张图片 如果觉得还不错 想放在影片或者IG等地方 就需要提升图像的像素 接下来 我展示如何放大您的图像 我们在右下角这里 按下传送制附加功能 然后再放Upscaler1这里 选择Lanchos 调整大小 这里选择4 代表您的图像 像素将提升4倍 按下生成 完成后 用右键将图片处存在您的电脑上 各位观众 我们不要让这个教程停 接下来我将教您 如何让您之前生成的照片 进行美化整容 我以我的头像位力 您将照片放进PNG Info这里 然后按下Image to Image 其他参数不需要调整 您只需调整这个去造强度 数值越小则越接近圆图 反之数值越大则越不像圆图 就越靠近新基本模型的元素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进行调整 我放图让大家比较一下 好了 这次的教程就到这里 您希望下一次 要出什么样的影片 可以在底下留言 如果您觉得影片 对您有帮助 请记得订阅 按赞和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i can't be found was a soldier in the legions fought against the demons fought against the monsters made of gold but they stoned across arcadia following the nature washed away the place i once called home i'm hiding in the blue safe between the clouds in the blue where i can't be found i'm hiding in the blue i'm hiding in the blue as time goes racing by i'm wishing i could be fine